韦詩雅、陳家樂、譚善賢、朱柏匡 楊詩詠及岑家琦合作主演的愛情喜劇 這日舉行首映禮 這部電影因疫情由賀歲蕩一直延至現在才上映 不過疫狀症有好消息 政府因應疫情放緩會放寬戲院入座率 由五成提高至七成半 韦詩雅說覺得很開心 還說票房好的話 會向陳家樂提出一個大膽提議 我想到一個特別借票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我有跳鋼管舞 但其實男生在裏面是有跳艷舞的 是比我的尺度更加大 我希望可以如果我們票房好 你們現場可不可以表演一次 因為反正你們練了不要浪費 看看怎樣 他們跳得真的很好 我們拍了 我們拍了不過因為 好像過不了電檢 變了三級 資深演員廖啟智近日離世 陳家樂被問到對對方印象時 就說對志叔提攜新人的印象特別深刻 我其實跟他有三次合作 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 那時是一套很低成本的戲 但他知道因為是新導演 他差不多可以說是很低很低的價錢 他都願意去接拍去幫忙 那時真的很感謝他 戲中一共有三對情侶 其中一對是鬥氣夫妻 由譚善賢言和朱柏康合作演出 首映適逢是阿譚生日 他就說沒有特別安排慶祝 祝快樂 祝快樂 謝謝 現在限聚令 其實都可能是自己幾個朋友 這樣慶祝一下 都要隔得很開 都要隔得很開 對 而數到這日最年輕的一對 就是楊詩詠和岑家琦 第一次主演電影的楊詩詠 都很感恩有這次演出機會 其實這次這部戲 我很想感謝導演 因為導演很大膽 他很喜用一班新的演員 還有借票的時候 其實他經常都說 這班新演員是一塊寶 其實我們自己聽到 我們都是很感動 很開心 所以也很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支持一班年輕的演員 除了我們六個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的新演員 都在努力 支持新導演 沒錯 這日出席的還有邵欣欣 以及監製田啟文 近來雖然有遠線結業 不過田雞對戲院業 依然抱有期望 希望市場接下來會好些 還有等有心人的 或者有心想做戲院的 都重新加入這個行業 那做電影 其實做戲院的 如果你經營得好 有利可圖的 就不是覺得大家是沒有 會是虧本生意的 但是就真的需要有智者 還有有魄力的 有能力的商家來去經營 那